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欢迎来到财务自由一本通 这是小弟的新书 现在在各大书店已经上架了 大家有兴趣买可以去书店买 不然你们通过小弟买也可以 你们可以在Facebook搜索小弟的名字 然后PM我 我可以卖给你们清举钱名印章版 OK 今天我们继续说第七章 OK 第七章的题目叫做把钱挤出来 OK OK在上一章呢 我在第五章跟第六章呢 我告诉了大家 第一第五章我告诉大家就是 怎样把自己的死薪水变火 OK 第六章我是说 就算你不是打工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创业 这两个第五章跟第六章呢 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教你怎样开源截流的那个开源 就是怎样把钱赚进来 然后整个理财的最重要概念 其实就是开源截流罢了 所以我刚才说第五章跟第六章 一个打工一个创业就是为了开源 OK 所以我说完了开源了过后呢 我现在就要说后面的截流 接下来我几个章节都是说关于截流的 我现在 这个第七章题目叫做把钱挤出来 就是开始要讲截流 所谓的截流 其实很简单 就是省钱 OK 我跟你们讨论一下 就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 绝大多数的年轻人 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就是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是花到光光 而且还是严重透支欠一身卡债那种 到了月底没有钱吃饭那种 我这样讲是不是很写实 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样 你们要知道 现在年轻人已经跟以前年轻人不一样了 我们想回去我们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消费是什么 他们最奢侈的消费 是不是就是西宴看一场戏 然后去大排档吃一盘炒果条 这已经是最奢侈的消费了 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消费 我们现在的消费 你买一个iPhone都四千多块了 是不是 更不用讲了 你的吃完了一杯奶茶十多块 你去哪里Cafe吃一餐 是不是也是二三十块起跳 还有咧 你不要忘记了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车跟物质 以前我们爸爸那年代 可能很多都甚至不用买车 物质可能是阿公留下来的 而且那时候买物质也是很便宜 我有几便宜 我告诉你 在90年代 现在双城杜利市 在城市的地区 可能三十多万就买得到了 现在三百万吧 所以现在 什么东西都贵 物质贵 车也贵 而且呢 现在的人们的消费行为 消费习惯 跟以前大不同 我们现在要消费的行为 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薪水 也不见得比以前涨很多 当然是今朝悠久今朝醉啦 即使想要省钱 也不知道去哪里省钱 是不是 我这样讲大家是不是很认同 OK 所以咯 结果就会变成我们现在年轻人 很多都是月光族 什么叫月光族 就是月底花光光 到了月底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有些更加够利益就是欠一大堆卡债 一千堆卡债 然后每个月还利息罢了 还不起本金吗 只还得起利息 有时候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 这样欠住下去的话 到最后是无底洞了 OK 我说的这些就是讲现在的情况 OK 我告诉大家 其实财务自由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于钱省钱 这三个字 钱省钱 什么叫做钱省钱 就是 你不是要用你自己的手去赚钱 你是要用你的钱 放进一个投资工具 然后让他在里面钱滚钱给你 所以 财务自由最重要的就是钱省钱 OK 既然是钱省钱的话 钱省钱 像前面那个钱 第一个钱 就是手上 你手上必须要有钱 这是最主要的关键 最主要的前提 你手上必须要有钱 你才可以省钱 你不可能用空气去省钱的 你必须要用钱去省钱 OK 所以我现在讲大家有个概念 就是 你首先你手上要有钱 OK 现在问你了 钱从哪里来 我前面两个章节 教你们怎样通过打工跟创业 开源 可以拿到钱 OK 现在我教你们的是 截留 怎样通过省钱 把你们的钱留下来 OK OK 我现在先告诉大家 大家花钱的时候 当然是要三思而后行 花钱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花钱肯定是要量力而行 就是你身上有多少钱 你就要计划好好来 你到底可以花多少钱 你千万不要 你只是赚一千块的人 你去花两千块 这样的话 没说要存钱 你连你吃饭的钱你都不够 所以呢 基本上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我只能说了 尽可能的截留 尽可能的省钱 OK 因为你这些钱省下来 多一分钱就是多一分钱 你多一分钱放进去 钱省钱的行列里面 它就可以更快一步的滚出 整个投资的血球出来 到最后你就可以更快 达到财务自由 OK 所以我这样想大家明白咯 所以我告诉大家 在实际上有什么做法 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呢 就是呢 你们从现在开始了 你们拿你们一个月的所有收入开销 你们记在一个小布置 你们拿一个小布置 你们拿一个月来practice就好了 OK 比如说现在要10月了 OK 你们从10月1号开始 然后到10月31号结束 你们把每一天 那边的收入跟开销 全部滴出来放两边 左边是收入 右边是开销 然后右边开销 不论大小 每一条都写 一块钱两块钱也下去 不多一个月罢了 OK 你们写到完了过后 到了11月1号下个月月头的时候 你们看回去你们这个布置 OK 然后啊 你们先检讨收入方面 OK 收入方面呢 你们想一下 有什么地方不应该赚这么少钱的 有什么地方可以赚更多钱的 去检讨 去检讨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赚的钱更多 在你收入方面可以更多 OK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去开销那一边 开销那一边呢 OK 基本上呢 你先把它分成两类 两类就是必要开销跟非必要开销 必要开销呢 就是你一定要花的这个钱 你死活都是要花的 没有选择的那种 非必要开销啊 就是那种啊 你不花也不会死的那种 非必要开销 你把它列为必要开销跟非必要开销过后 OK 然后只要再分类 两边再分类 在必要开销跟非必要开销里面 都分类 怎样分类呢 你分类成呢 奢侈选项跟非奢侈选项 OK 奢侈选项就是呢 你在这里开销里面呢 其实你本来有选择的 你可以选择便宜的 也可以选择贵的 可是你到最后你选择贵的 这样就是奢侈选项 我比如讲 你去咖啡店 你喝一杯咖啡两块钱 你去starbuck喝一杯咖啡18块 同样是一杯咖啡 可是咖啡店的咖啡就是便宜选项 然后 那个starbuck的咖啡18块 就是奢侈选项 明白我意思吗 不论是你的 必要开销 跟非必要开销的好 都好 你们直接把它 注明一下是奢侈选项 还是非奢侈选项 我直接说的是奢侈选项跟便宜选项 这两种选项 OK 现在你可以得出了一个东西 一个表格 在开销方面 你可以分类 必要开销 跟非必要开销 然后在必要开销 非必要开销 又再分类奢侈选项跟便宜选项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 可以看到 你这一个月的钱 到底花在哪里了 你首先要递除的 就是你的非必要开销 你看过去 你非必要开销那边 有什么真的是不应该花的 可以不用花的 不花不会死的那种 你甚至可以把整个非必要开销 直接打个场 可是如果你觉得 年轻人怎样都要享受一点 不可以完全不花钱 可以 可以 OK 这时候你就要看回去 这些非必要开销 能不能 你留几个你一定要的 然后 全部换成便宜选项 就像我刚才讲的 2块钱咖啡店的咖啡 跟18块 startback咖啡 你可以选择换成咖啡店的咖啡 就是以此类推 你把你的奢侈选项 换成便宜选项 一样的 在必要开销 我知道必要开销 是钱是一定要华谬的选择 可是必要开销里面 也是有分奢侈选项跟便宜选项 你就把所有的奢侈选项 转去便宜选项 这么一来 你整个开销方面 非必要开销 已经给你砍到七七八八了 只剩下有一些 你怎样都要留着的 你把它换成便宜选项 必要开销 全部换成便宜选项 你照我这个做法的话 你每个月可以省很多钱 可以真的是省很多钱 我告诉你们 你们会想到要把钱挤出来 通常这一类人都是刚起步的人 刚踏入社会的人 就是没有什么钱的人 尤其是打工仔 既然你们本来都没有什么钱的话 但你们可以省下来的钱是非常的少 你知道吗 是很少很少 我比如说 你如果你的薪水是两千块的话 你可能你可以存的钱 我看可能不到三四百块 三四百块是很少的 哈哈 因为你到最后 你要把它投入你 进去你的投资里面 然后让他前生前滚出一个大雪球来 这条路很遥远 如果你一开始你的钱是比较多的话 这样这条路就不会太遥远 可是如果你一开始你的钱是很少的话 这条路很遥远 因为你要等他慢慢的滚搭 慢慢的滚搭 如果你的钱一开始是多的话 就滚到比较快一点 明白吗 所以我就给你们一个概念 就是在初期的时候 也是最辛苦的时候 你们可以存下来的钱 越多越好 你们存下来的钱越多 你们就可以越多子弹放进去前生钱 这么一来 你们的雪球就可以越滚到越快 这么一来 你们才可以越快达到财务自由 起步是最难的 因为等到后期你已经蛮多钱了 其实那个雪球滚到多快 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OK 所以我总的来说 你通过我这个方式 你可以最大化的开源截流 然后最大化你手上的子弹 投入前生钱 然后让他自己帮你制造钱 到时候他滚出来的雪球 就足以让你财务自由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接下来几张我还会陆续的跟大家讲 怎样省钱 从细节上怎样省钱 OK 谢谢大家 吃雨 加油 酸 这么多 那么 我